12月18日 悠扬的乐曲声中 大家欢聚在德国钢琴城 在周末的下午共同享受应疫情 停办两年的圣诞音乐演奏会 天普市副市长文尚诚 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副院长彭南林 两届中美电影节 尽天使奖获得者 青年导演石坦轩也来到现场 对德国钢琴城总经理 高级调音师黄学文热心文化工艺事业 致力于通过音乐教育和音乐技能的培训 开发孩子智力 培养孩子们高尚勤操的努力 给予高度评价 文尚诚为黄学文颁发了贺壮表彰 音乐演奏会 由来自亚凯迪亚高中乐队演奏的Sax精彩开场 演奏者之一Taylor是亚凯迪亚 2022年Homkman King已经被Parta设计学院提前录取 并获得10万美金学术奖学金 他担任了音乐演奏会的主持人 参加音乐培训的学生们演奏了不同层级的钢琴曲目 展示了自己学习成果 赢得了现场嘉宾社区民众的鼓掌喝彩 位于天普市的德国钢琴城 经营已经有10多年 是最专业和最具规模的钢琴行之一 获德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等世界著名钢琴家高度推荐 并获上百位钢琴老师和客户书面推荐 有30多年经验或调音行业 结出金银奖的黄学文调音技师亲自选琴和调音 黄学文在致辞中表示 虽然疫情原因、培训及圣诞演奏会停办 但他们还是以各种方式 威胁钢琴及其他乐器的孩子们提供帮助 传播钢琴文化 作为一个钢琴调音师 疫情期间他也从未放弃对客户的服务 并保证售出的都是经他亲自调音过的正宗高品质钢琴 现在我们除了卖钢琴 还有就是教学 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小孩子对音乐的兴趣 提高他们对音乐的素质 还有提高他们生活的品质 我们希望在我们专业的钢琴老师的教导上 能够培养出一大批对音乐有贡献的小朋友 希望我们琴行也能培养出像朗朗一样棒的钢琴家 华夏电台记者天普世采访报道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